一个很变态 但能让你自学插画的偏方 第一步风格了解 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不同风格的插画 可以让新手宝子们确立自己的方向 不同风格的接单价也不一样 这里我推荐点评与绘本两种风格 对于线条不可客 容易上手的同时能够快速接单 第二步了解绘画工具与软件 这里我也简约地介绍了不同工具的优势 同时我也整理好了两种软件的使用教程 会在视频次后一并分享给宝子们 第三步素材收集 这里我分了五个种类 每个种类都有对应的网站 宝子们可以自行去搜索哦 第四步练习线条 这一步最关键 线条是插画的基础 所以练好线条就是成为插画师的关键 这里我也整理了大量的练习素材 以及一些空比的心得 最后也会分享给宝子们 第五步空行临摹训练 当我们线条练习好了之后 就可以开始一些简单的空行临摹了 可以从简单的开始 比如动物小物件和植物 这里我也整理好了各种线条素材 方面宝子们临摹练习哦 第六步人体结构 这一步就是插画进阶的地方了 当这一步宝子们也能熟练后 就能正式成为一名合合的插画师了 同样我也整理人体动态和人体结构的资料 还要一些人体书籍给宝子们参考 第七步色彩知识 当我们线条能够熟练的绘制后 灵魂上色就是关键了 熟悉掌握色彩的运用 能够让你的插画有志的飞跃哦 这里宝子们可以暂停看一下色彩的逻辑与运用哦 这会对你上色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最后只需要按照这个100天的练习表 从最基础的阶段开始一直到最后 相信宝子们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插画师 这样就能填充自己的小金库了 所有素材敲三三抱走吧